中国是瓷器的故乡 起源于近四千年前的中国瓷 自三国两进南北朝时期起走出国门 销往亚洲和欧洲 刺激了各地的仿烧之风 促进了各地的陶瓷生产 近日南京大学教授张良仁 接受了中心社东西问栏目专访 从考古视角出发 分享了中国瓷器 为何广受世界欢迎等话题 以及在古代中国瓷器外交的基础上 当今如何以瓷为媒 拥抱世界继续创新 我是倾向于瓷器起源于东汉时期 那么在东汉以前有一个长期发展的过程 那么这个过程里面的产品叫做原始瓷 原始瓷是用瓷石烧造的 从原始瓷到瓷器它有一个连续发展的过程 淘气的发明就为我们人类这种吹煮食物提供了方便 淘气的这个出现的时间就很吵 在世界不同地方 这个起源的时间不一样 在中国我们现在这个发现的最早的是在距今一万八千年前后 在江西西南洞遗址发现了最早的陶片 说明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出现了最早的这个陶器 又不断的发展 当然这个烧造技术也在不断的提高 后面就有了一些这个彩陶 黑陶 从陶器到瓷器又是一个飞跃 陶器它一般都是用普通的黏土烧造的 烧造温度会比较低 另外一个呢它是没有钮的 瓷器呢它原来不一样 它用的是一种特别的黏土 我们一般叫做瓷石 后来还有用到高黏土 它外面还有一层高温钮 受水率很低 清洁 欧洲人非常欣赏中国去的瓷器 他们夸赞我们中国的瓷器 中国瓷器最早是在南北朝时期出去的 在那个时候造造瓷器的是在浙江省 岳瑶这个区域的产品 就开始输出到日本朝鲜半岛 九世纪以后 中国的瓷器是原来不断的输送到了西亚去 阿拉伯商人他们把中国瓷器带回到波斯湾 带到那个什么埃及 带到那个叙利亚这些地方 那么从那些地方 他们又向这个向阿拉伯世界销售 有的甚至是这个销售到了欧洲 从16世就开始 欧洲人开始仿烧中国的瓷器 他们一开始仿烧的是中国的新药白瓷 还仿烧了这个唐生产 中国的瓷器高粘土 这个依然很丰富的 中国的瓷器仍然在生产 仍然在出口 阿拉伯欧洲他们也在生产 所以这样就形成了一种瓷器生产繁荣的 这么一种景象 我们只要去动脑心去开发去挖掘 总能够挖掘出新的这种潜力 这就是我们后面要做的事情 我们保持一种开放的心态 我们要去善意去学习 他们的好的产品 好的技术 还有一些好的理念 这样就可以更好地 统付我们自己的文化 拓展我们自己的视野 激发我们自己的创新的潜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